再來介紹軍事專家 張友話 大家好 我是軍事專家 張友話 話多朋友多 知道的秘密也多 同時我也是斷章取義的這個專家 那我也是水果的香蕉 不是 水果的專家 不是 水果香蕉 你怎麼那麼多話啊 我都聽你講的 你這是綜藝節目嘛 大家弄一點趣味有什麼關係呢 你怎麼有這麼說趣味 你給你刺激太多 你就不要說那個 你哪一天笑場 你看我弄死你 好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來問一下張友話 你要叫我張大師 張大師好 這句話有沒有 斷章取義的大師 香蕉的大師 好啊 你講啊 小馬哥到底有沒有被斷章取義 全世界只有三個人知道 一個是小馬哥 一個是我 另外一個是誰我不能說 我一個臥底 長期臥底在 謝提風他家 香蕉腿都謝提風他家 真是厲害的厲害 另外跟小馬哥對話 果農他不知道這個 對對對 他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會被斷章取義 他現在還在納悶呢 對不對 那這個 臥底在 這個 謝提風他家的是一個保母 我從他的歷史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保母有一天在家裡面 打蚊子 隔天媒體傳出來 就是謝提風他媽媽 打張伯茲的耳光 啪 你看到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 盧卡斯在那邊搶玩具 搶不到玩具在那邊哭了 隔天媒體就說 盧卡斯 哭了 想爸爸 你看到沒有 我們尤其就可以了解到 媒體是多麼的厲害 多麼的會斷章取義 那既然媒體會斷章取義的話 為什麼不放 你就可以這樣子講啊媒體 香蕉有一天 從這裡 啪 摔下去 變成茄子了 全身都是傷 多可憐啊 你看 這樣大家會注意這個香蕉 然後呢 大家要去買 要不然你就可以說 這個香蕉原本是一個記者 然後被國民黨派去嘉義選立委 他嚇得臉都發青了 整個香蕉就變成青色的小黃瓜了 你看 多可憐 是不是 大家就注意這香蕉了 要不然你就說 這個香蕉啊 有一天 你把他衣服全部都剝開之後 他被他害羞 然後就 就站紅的臉 就變成 辣椒了 你看整個瘦成這個樣子 大家注意到 這個香蕉 然後這香蕉的熱潮 一集中之後呢 膠濃 他就不會這麼可憐 你要不要去看病啊 哈哈哈哈 我這個 我從一隻香蕉 講到謝霆鋒結合時事 再講到盧卡斯 然後再講到那個茄子 又有強迫症 又有精神病 然後到立委 然後就又扯到 那個 呃 辣椒 你看多厲害 是不是 謝謝大家 對啊 人家說得真好啊 但是人家在抵制政黨說話 就像英女說 他在說笑話 在看病 等一下外面有車 要騎你去桑魚 好